洛队 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放心 你别走 来 咱们坐下来一块数 洛队长 关于季军的事 我感到很意外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说心里话我不相信 季军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樊医生 你要相信我们 洛队长 我对自己的孩子是了解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季军并不是我亲生的 我从福利院把他领回来的时候 他只有八岁 我知道 那时候我的生活一团糟 我丈夫因为交友不慎 染上了毒瘾 后来死于吸毒过量 我丈夫死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怀孕了 但当时 作为一名妇科医生 我把孩子一生下来 就会染上先天性的毒瘾 所以把孩子打掉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下决心 从妇科医生 转行做了戒毒医生 我想帮助那些吸了毒的人 可那时候 我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孩子 我在福利院一眼就看上了季军 小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 问他长大想做什么 他说想当警察 他说就是因为 小时候是警察 从街上把他找回来送到福利院去的 长大以后 他也真的报了警校 这孩子从小到大 一直是品学兼有 我从来没操过心 我不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 范医生 那天发生在你们家的事 你都看见了 我们的工作 就是以事实为依据 现在一切证据都证明了 肖继军 确实是藏毒被捕后 叛逃到了境外 你只能相信这个事实 照你这样说的话 我现在就是一名逃犯的母亲 我还有什么脸面 在戒毒所工作 我也不配 我也不配当拯救吸毒者的医生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 为了会影响你的工作 对肖继军的事我们不予公开 你是你他是他 你就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 华队长 我的脸面和名利都无所谓 但作为母亲 我有知情权 你们一开始不是说 派他去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吗 这任务到底是什么 他后来怎么会去贩毒呢 他 他 这整个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的清楚一点 你们就这样 给继军定了罪 是不是太草率了 对不起 凡医生 因为我们工作的特殊性 原谅我 原谅我 我不能跟你讲得太具体了 但是肖继军 确实是叛逃 东哥 东哥 你看这是什么 瞅瞅 行啊 这都是我一点的一笔散情 以后 咱每干一次 就散一点 谁都不知道 这就是咱哥俩的 东哥 还记得我在号里你说什么吗 要干自己干 要发发自己 以后再也不跟别人干了 就这么点话 发个屁了 东哥 别小看这个 有一点是一点 如果が跟我一口 你应该是一个 一叫百分钟 今天导致 Спасибо 的 拍摄 000个人 或许多 不能同意 因为萧继俊的事 不能完全由你来承担 你已经承担的 承担的够多了 范医生 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 怎么能拿工作要挟呢 好吧 是我不对 你们是领导 你们是领导 我走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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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和队 爷爷提供的那个嫌疑人 我刚刚吞吐自杀的 是一个人 进来 进来 我 这么说 限右端了 余先生大概是本地人吧 刘副市长说对了 我就是龙兴市密营村人 我父亲十四岁的时候 在密营村随着马帮走到那边去了 算起来也有六十年了 这么说 于先生的祖籍是密营村的了 怪不得你捐赠的希望小学 指定要盖在那 也算是一点 尽瘁丧子的心意吧 于先生的这种善举 我们势力评价是很高的 崔市长昨天还问到我 于先生在龙兴市的 海童贸易公司的执照 发下来没有 不跟他说了 很快就会发下来 谢谢 谢谢 刘副市长 其实我办海童公司唯一的宗旨 就是想挣兴龙兴市的经济 略尽编薄之力 主任早 班医生 您要的药我们已经订了 过两期到货 希望你研究的戒毒剂 能早点成功 我也想把戒毒剂早点研制出来 师长 现在这西药太贵了 其实这疗效也并不是太好 班医生 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没有 只是血缘少了点 那可以好好休息了 我去办公室呢 我去办公室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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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祟 记得 好消息 小伙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小继君有消息了 爷爷刚才发来紧急消息 说继君 今天终于有机会去小饭店了 继君告诉我们 他已经被木鸡春收下了 虽然目前还只是个小喽喽 但最少已经安全了 老队长还说什么了 纪军已经确定了 木鸡春老巢的准确位置 他让我们特别留意 木鸡春手下的二号人物 一个叫老七的 因为山上的喽喽们 都没有见过木鸡春的真正面目 除了这个老七 对了 他还让我们特别注意 迪勾这两个字 他说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虽然现在纪军没法确定 这两字到底指的是什么 但据他判断 应该是龙兴市的某一个地方 太好了 小继军圆满地完成了第一步 这第一欧是哪两个字呢 现在不能完全确定 这两字到底是哪两字 但我想应该是这两字的读音 究竟是哪两个字呢 究竟是哪两个字呢 那我估计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毒贩在龙兴市的街头地点 对 否则萧继军不会特别地强调这两个字 而且我有种感觉 昨天自杀的一个毒贩 很有可能就是到迪勾这个地方来接头的 小伙 我交给你个任务 你用一天的时间 注意了 也就是24小时 你把龙兴市给我翻一遍 把这个叫迪勾的地方给我找出来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放在爷爷那儿的给鸡军准备的器材 鸡军没办法带到山上去 因为上山后需要严格的搜身检查 木鸡军不让山上毒小们使用任何的电子电薰器材 所以鸡军以后只能到爷爷那儿去送情报了 为了保证小鸡军的安全 咱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来跟他联络了 好 中文字幕组 罗队 我是小虎 我会在找呢 小虎 你发现没有 这两个字念起来有点时髦心跳的感觉 所以我估计很有可能是个娱乐休闲地方的名称 你的重点就往这方面找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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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